Kazi S11世界賽MAD三週沒打訓練賽 這個阿姆特 還有優雅 Humanoid Kazi Heizer 21年夏季賽MAD全隊團練戰績都非常差 隊伍經常一天打四個訓練賽就不玩了 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一天通常會打六局訓練賽 他打四局呢 我猜應該是下午兩局 然後晚上兩局這樣 21年夏季前 Kazi成名一款叫神界的遊戲 玩了差不多150小時 每天訓練賽後都玩這個 蛤三小 我跟你們講啦 台灣戰隊就算成績很差 團完練之後還是要打幾分 晚上還要打到凌晨一兩點的 根本不可能團完練就玩這個 20年MAD經常開派對 並邀請其他戰隊的選手 哈哈 季后賽前一天晚上 阿姆特睡前吃披薩漢堡 Kazi自己去Humanoid房間 而Humanoid在那裡打魔獸世界 Humanoid也告訴Kazi 我們必須趕快打完團練 我還忙著打團本呢 欸不是 睡前吃披薩跟漢堡怎麼了嗎 還是說吃太飽影響明天 Kazi還證實 21年世界賽開打前 MAD曾經想進行為期一週的訓練賽 但在被C9暴打之後 MAD就不打訓練賽了 而MAD在八強被DK淘汰之前 隊伍已經三週沒打訓練賽了 哇靠 三週沒打訓練賽 還是屌虐你 野秀是說 勞戰阿樂燈神這幾個人 是被一個根本不打團練的隊伍 淘汰劍不去八強的唄 希望世界賽 砍狗頭跟蓋倫 不可能 來不及了 Riot就很喜歡教大家玩遊戲阿 沒有阿為什麼會說Riot設計師喜歡教人玩遊戲 因為他們就很喜歡說什麼 喔我們很喜歡那些就是這個 玩家創新的打法 不是阿阿每次創新的打法一出來就被你砍阿 呃我覺得Riot的版本平衡方式 有一個點很不健康 就是他是看到哪一個牆 哪一個數據勝率很高他就砍 我覺得比較好的做法是他應該培養一個 Counter這個打法的角色 或者是打法出來 而不是看到哪個牆就砍哪一個 這樣子的話很多打法就是都消失阿 因為你數值是直接硬砍弱的 看一下14.18預期改動 納爾BUFF 加文改這個有改跟沒改是差不多概念吧 賈克斯BUFF 瑞兒NURF 有一點多耶 嗜血者NURF 射手又被砍 敬燕這個應該算調整啦 盾弓現在遠程英雄只有80%效果 盾燈槍 便宜50塊 急速-5 AP加5 我怎麼感覺變爛了 雷霆風暴 2秒內對目標造成35%變成2% 25% 遠程英雄的傷害不再有消減 本來就沒什麼能出了吧 順級步伐 5-100變成10-130 遠程只有60%效果 小兵自己要效果 全部改成15 好像前期對射手來說 反而是BUFF 對中後期被NURF 上路防禦塔改動 5分鐘前獲得的傷害減免 75%變85% 這個換線 又更難受了 但其實我覺得還好 你們知道其實現在的換線阿 是可以接受塔皮掉的比別人多的嗎 因為主要是要度過一兩等的劣勢期 三等之後大多數都會換回去 如果下一次要換 你是等草叢出嗎 6分鐘以後了 所以說 你說真的有差很多嗎 老實說差沒多少 你不要像哪一隊換一換下路塔皮掉4成這樣 其實就都還行 繼續改動阿里輕的BUFF 1的BUFF還好吧 有BUFF但不多 造性後期BUFF 也不能說後期BUFF 中期就有 維爾哥 基礎AD增加 Q降低 還砍Q喔 埃爾文 小NURF 應該要出還是能出吧 因為埃爾文重點又不是傷害 但這個減速5%應該還在可接受範圍 雷歐娜 護甲減4點 不少耶 那瑞兒的優先級應該變很高 世界賽版本應該是瑞兒牛 然後雷歐娜就跟納蒂武士差不多檔次了吧 狗頭 1的機傷 蛤?主1的沒得玩了喔 每秒機傷沒砍 總量減這麼多 1個1好像沒辦法後白兵燒掉了 藍寶砍前期傷害 5等前的傷害 後期Q也降低 1技能傷害也小將 歐洲隊伍大喜 歐洲隊伍不玩藍寶 可是我覺得藍寶應該還是能玩 好再來傑莉 傑莉這刀是有點重 那這樣傑莉怎麼玩 不玩傑莉的人跳起來了 希格斯被動 對塔傷害250%變200 砍希格斯的轉線 三項之地取消改動 喔 那剛剛看的就不算數了啦 韓王 最近職業AD在rank的選角 viper 還有 一大堆好威欸 配子 配子都比較正常 也還可以吧 蠻算T1平常會選的 Ammin 西格斯EZ 赫威狗頭 這狗頭是上路啦 還有潘森是整 黑娜 奇樂斯 該不會世界賽版本變成賀威可以走下路 然後我選其樂斯康特賀威 該不會要回到S8了吧 S8下路法師版本 血鬼 斯溫 再度回下 喔大蟲子 欸對欸 這是G2的版本欸 啊不對 這是當年G2的版本 湯莎嗎應該玩不了那麼多法師 從這些冠軍隊 各位之中選出一位打造心目中最強的夢幻隊 如果是我的話 寶蘭先刪除 聖槍哥先刪除 晃不適合現在版本刪除 我想一下喔 我們一定要設一個標準嘛 以現在的版本來看的話 哇靠 這我要怎麼選啊 如果是我的話 Viper加Burial 上路我選宙斯吧 沒有Chobi啊 姐姐當年那個佳文跟鬼一樣 但如果我們要討論現在的話 我印象中今年Luki是不是也打得不錯 MVP次數挺高的呀 打野的話Owner還可以再選 Scout跟Luki哪個比較強 剛才Luki好了穩定一點 OK 我心目中的組合 如果假設中路是Faker的話要怎麼選 這樣嗎 怎麼沒有20年跟19年 我不知道啊 是官方做的不是我做的啊 我覺得Faker跟Viper搭應該會很好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只是這個版本要對喔 版本就是中路可以犧牲的那種 可以跑線的那種 然後全力把資源灌在Viper身上 哇操感覺聽起來超猛的 欸是說我曾經有想過一個 我蠻想要看到的組合耶 就是Piosic如果跟Faker搭的話 感覺蠻有趣的 其實我真的蠻喜歡Piosic的 但沒辦法 有Owner TheShight安掌門Faker TheShight安掌門Faker Viper Burial 這樣子還不錯 反正Faker最好是搭一個野河型的打野啊 這個裡面你要不要選Piosic 要不要選0嘛 其他的感覺現在不太像是這種風格 感覺只有這兩個擔當的起 如果是Faker的話 我就不會想搭DAVT 其他看起來都還行 反正不管在哪個世界線 我都不會選寶蘭 好啦 這個剩下就給你個位自己選了啦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選 主播今天人怎麼那麼多 我買的啊 不信你問挑戰士 打1的就是買的 怎麼人數急劇下降了 我跟你們講啦 我告訴你們人數 這個東西是怎樣你們知道吧 我是沒有買機器人啦 但是我有申請Twitch可以上首頁 那首頁的時候呢 因為首頁蠻多人的嘛 所以會增加那個人數 對但是時間一到 因為時間只有兩個小時 8點到10點 所以10點之後呢 他會移除首頁的置頂 只要一移除的話 人數就會掉 老實跟你們講是這樣子 我哪有那個錢買啊 是說你們知道石油杯 最後還有算那個排名 有點類似奧運的那個獎牌積分你知道 然後依照排名給錢 這個戰隊好像是中東的戰隊吧 聽liquid這麼多 BDS 2000點欸 兩個冠軍欸 好猛 T1一個冠軍 RODE 第一名 拿到700萬美元 第二拿到400萬 T2拿到125萬美元 WOW 微博拿到750 Riot對台服聯盟幣怒漲33% 地區虛擬貨幣價格將調整 今天寫這篇文章是要告訴大家一個不好的消息 9月18號開始 將有所調整 但正式調整之前呢 我們將提供優惠 阿 吃屎阿 雙倍優惠9月20號到10月4號 沒差 反正我又不買 我又不除 誰爽誰除阿 為何漲價 為甚麼是現在 隨著全球經濟變化 我們有時候需要因應匯率 與各地經濟來調整價格 這次調整將會影響所有五款線上遊戲 以及多數地區 有些地區沒有變動 有些會漲價或降價 達成平衡 由於匯率不斷變動 平衡各地區的價格是很重要的 當價格相差太大 就會讓第三方有機會利用這個價差 我們知道這樣調整 會讓漲價最多的地區 玩家特別辛苦 這也不是我們樂見的 但就現實層面來看 為了打擊利用系統牟利的人 並且 確保所有玩家都處於平等的位置上 這些調整有必要 應該加一句阿 為了打擊讓Rylt少賺錢的人 並確保Rylt的利益 這些調整有必要 對啊 那你要這樣的話 有甚麼不把貴的地方降價下來就好 我們希望平衡貨幣價格 使各地區的價格更加相近 降低這種磚漏洞的行為 維護公平正義 說得太好了Rylt 對阿台服務器那麼爛 現在還敢漲 價格與購買方式的改動 美洲地區 巴西加20% 加拿大不變 智利-6 拉美-11 墨西哥-9 秘魯-12 美國不變 亞太地區 澳洲加5 香港加13 印度-4 日本加7 韓國加14 馬來西亞加23 紐西蘭加7 菲律賓加40% 台灣加33% 我操 泰國加7 越南加41 哇 33%欸 誰還會繼續儲值阿 歐洲中東北非 烏克蘭加73% 靠腰 這是怎樣阿 歐元地區加13阿 烏克其加23 我們幫大家看一下特戰英好了阿 我知道台灣現在玩特戰的多阿 喔 台灣特戰不變 喔 搞差別大域喔 33%阿 你各位 多賺點錢吧 薪水都沒漲33%這麼多了 看一下大家怎麼說 有人出職才好笑 誰出職就告 黃果居設 盤子 SB 佛星公司 戰爭通膨 垃圾遊戲 垃圾公司 事實上是真的很難看 假設明人堂出了之前長的話 喔 起碼Riot還是在明人堂造型 還有T1世界冠軍造型 出之後長的 哇 如果是出之前長的 那還不會被幹爛 我會不會被幹爛 好了 我會想做一下